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的幹部就是匪幹 解放軍就是匪軍 中共特務就叫匪碟 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者 父匪分子 共匪 信口癡和 笑罵猶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毓民 向低致苟喊說筆 My Radio 17年內 不改初衷始終如一 全新一輯《毓民踢爆之說文解誌》 逢星期五晚上首播 敬請訂閱My Radio YouTube頻道 並且付費支持 令你耳聰目鳴的網台節目 多謝大家 押空發功 押空發功 押敏踩場 現在同尾 否釋政治 押空發功 好 回來最後一節 講講11點 不過有兩單香港新聞 我都想講的 講講一單新聞 和我自己一點點的看法 那我們就下班了 剛才我漏了講 就是這個 萬事曾經公開講的 中國才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其實 Donald Trump 和拜登的中國政策 是沒有什麼重大的分歧的 但是 在執行方面 可能 Donald Trump 會比較積極一點 特別是那個關稅問題 貿易的 逆差的問題 他一定會令到中國非常難堪 另外就是 台灣問題 很明顯大家的看法 就很不同了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把拜登之前說 如何支持台灣的 再回顧一次 剛才說了 Donald Trump 說 你沒有雷工這麼遠 我怎麼保衛你 台灣要為你的國防 多些交保護費 這些說法 拜登是不會講的 拜登之前 有兩次很經典的說法 這次是 最新的 2024年5月 在西點軍校的說法 支持台海和平 諾爾使用武力 是保護盟友的 這個說法 這個說法 跟他2022年的說法一樣 記者問他會不會出兵 保衛台灣 他說會的 所以 在那一次 和這一次 5月 這一次 在賴清德 就任總統之後 大約一個禮拜說 這個在西點軍校 民進黨的電視台就在炒作 話口未完 卓榮泰就要為 特朗普提出的台灣 要為國防向美國 給多些保護費 做一些回應 戒慎恐懼 誠王誠恐 你說多慘 所以我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撫養猶人 是很悲哀的 一定要莊敬自強 就不能撫養猶人 好了 接著就是講兩宗 香港的新聞 這個也是跟新聞自由有關的 其中一宗 就是 這個《華爾街日報》 不知道是不是瘋了線 對吧 那麼 當然《華爾街日報》 香港的辦事處 就好像 還未撤退 這個《RFA》 還有另外一兩個外國的傳媒 今天《記者協會》 就有一個公佈 一個通知 就說 在7月1日 李新做主席的 Selena Chang 鄭家瑜 就 被《華爾街日報》 無理辭退 解僱她 這個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就說鄭家瑜 就 在 這個 7月1日 即是5點30分 召開記者會交代這件事 那她就說 對事件感到震驚 她說她參選記協子 在前夕 就已經被她的上司 要求退選 那你 《華爾街日報》 對你的一個記者 去參選香港記者協會的主席 是吧 有意見 我覺得這是很有問題的 那是一個記者公會 還有過去的記者 香港記協是一個 爭取新聞自由 或者關注香港新聞自由 的一個記者公會 是吧 當然我對記者協會 我有很多意見的 是吧 但是在這件事上 我就覺得《華爾街日報》 真的很有問題 尤其是香港現在 那個新聞自由 敲起喪鐘的時候 是吧 那你這種做法 你究竟是要取悅共產黨 是吧 令到你可以繼續在香港 生存發展 是吧 還是 有其他的原因呢 是吧 那鄭家瑜 他7月1日去參加這個記者協會 主席的選舉 然後當選 是吧 那你就考了他 是吧 是吧 然後理由就說 《華爾街日報》的員工 這是根據鄭家瑜說的 就是老闆就告訴他 是吧 你的職位 即是現在《華爾街日報》的職位 和記協的工作 沒有辦法共存 記協工作的最後 記協主席的角色 其實是記協下面還有很多人 有些受僱的員工 是吧 他有個會址的 是吧 那他們是每年做什麼呢 搞個餐會籌款 關注一下員工的權益 是吧 關注新聞紙就是這些 那 喂 記協主席這個職位 怎會和《華爾街日報》 他那個記者的身份 會有衝突呢 請問 喂 這件事真的要搞搞他 真的 是吧 那跟著又用那些 所有企業最喜歡用的 重整架構 然後 就Lay off了他 是吧 這些不是很糟糕 那鄭家瑜現在說 可能會掃出法律行動 看一下 是吧 記協之後就發了聲明 譴責《華爾街日報》 無理解僱這個記協主席 即是說《華爾街日報》給壓力 他的員工不要參選提倡新聞自由 和保護業界的工會主席一職 是吧 這種決定是加劇香港新聞自由惡化 目前正尋求法律意見 考慮對《華爾街日報》 有可能違反《香港基本法》 但是僱傭條例 有關保障員工參與工會 免於受阻嚇 及解固權利 作出申訴 那些《基本法》 還... 僱傭條例 還可以說 是吧 但是你現在顯示到政治 你這些官司 你都是輸定的 在道德上譴責他 唱這張報紙就可以了 《華爾街日報》 是美國的 是吧 是吧 一張財經報紙來的 老實說 你《華爾街日報》 做這種醜事之前 你真的沒有考慮清楚 尤其是香港現在面臨一個新聞自由 最危險的時候 你想想你是落井下石 是值得強烈譴責的 我告訴你 好了 另外一則《香港新聞》 我也在這裡跟大家提出來講一下 本來今天我預計要講 《47人案》 那個求情還撤 因為現在還有新... 現在九東九西做了 是吧 港島區做了 還有新東新西 那裡有很多人 新西八個人 新東十一個人 都是被告 定了罪 是吧 前面就已經完成了 四批 總共二十六人 那個求情 是吧 我們抽了部分的 那些求情內容 跟大家分析過 我也不是很樂觀的 是吧 因為那三個法官是不忍之所謂 每次都頂到行 所以我是最欣賞余慧明的求情 令到這幾個法官氣急敗壞 幾乎要趕律師出去 他讀那封求情信 你現在講政治宣言 你不要在這裡講這些話 你不求情你就出去 這些法官賤到無論 就是因為余慧明這個 自己寫的求情信 所以可以突顯這幾個法官的 那種不知所謂 是吧 那麼新東新西加起來 有十個人要求情 那我們是打算會講的 因為這兩個區有很多 立法會員在這裡 包括大家很熟悉的陳知全 是吧 梁國雄 林卓庭 楊岳橋 范國威 是吧 我都很關心他們 究竟會講些什麼 以及他們面臨的判刑 究竟有多嚴重 是吧 因為我們都會關心的 特別是長毛 是吧 我和他這麼多年 也做黨友 是吧 那麼現在呢 竟然就說 有些未能預見的情況 就要押後處理 新西和新東 這個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 這些被定罪的 並已告的求情 要押後 那你是不是要等中央的指示 還是什麼呢 什麼叫做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什麼意思呢 是吧 未能預見的情況 是吧 通知要延期 還要延期 本來7月30日至8月1日處理求情 現在是押後到8月27日至29日 另外就是新東 剛才我提到新西 就是8月27日至29日 舉行 原本是7月30日至8月1日 新東的11名被告 包括何桂南、陳柱、全州、嘉誠、林卓廷、梁國、阿耀林 和劉永康、楊岳、岳橋、范國威、呂志恒、林景南 這幫人 求情原本是8月5日至8日 現在就押後到9月2日至5日進行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現在就叫做未能預見的情況 什麼叫做未能預見的情況 那你就說什麼事 要延後這麼久 大哥 給你大部分的人已經還押監房 是吧 你現在去到9月 求情完之後還要等你判刑 等你三個法官在那裡寫判詞 是吧 還要排隊宣佈你這幫人的刑期 是吧 那有人可能要上訴 然後還有一些法律程序 搞搞搞搞到年底 分一分鐘已經混接近四年了 要到時你判他三年監 即是沒有人會判三年了 現在這樣說 真的 那些還押監房 如果有得扣數 就馬上放人了 這個是非常可恥 大哥 唉 我們在這裏大家 祝我們香港這幫政治受難者好運 沒辦法 這些暴政就是這樣了 好 那今天節目講到這裏 拜拜